好,回到副國級領導人梁振英先生 政協副主席 早兩天,他在Facebook發帖 他發了兩個帖 第一個帖就是支持行政官 不是,這是第二個帖 說錯了,不好意思 我現在的資料的次序是第一個 支持行政長官就終審法院駁回律政司上訴的裁決 提請人大釋法 梁振英說,CY娘,我們這些兄弟截圖 他說,法院容許英國大律師在國安法案件中 離香港執業的決定和理據 大錯特錯,影響深遠 他究竟說這件事 究竟他是在幫李家超還是在害李家超呢? 我也要跟大家說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其實應不應該釋法的人有不同的意見 我知道有些網友就很反對 而這樣釋法 我自己的見解 其實我沒有什麼所謂的 我就覺得 這要跟隨政府既有的程序 我個人就很粗淺 因為我不懂的 很多人都說我事實是不懂的 這件事 我不是家來的 我就認為 現在那個律政司的歷據 其實有些事情是不足夠的 之前我們說過 如果你是有足夠的理據 法院其實就會判律政司贏 對不對? 其實這個就是我很粗淺的理解 還有律政司有些拿出來的理據 他就不像李家超所說 只是純粹針對 在香港沒有完整執業資格的律師和大律師 現在梁振英說的話 也是混淆了 他說沒什麼所謂 他喜歡怎麼說 他有言論自由 對,他是有言論自由 梁振英 但是 他現在說的話 就是 法院容許英大律師 法院容許英大律師 在國安法案件 捉來香港執業 其實 這個 是不是來香港執業呢? 這個又是一個問題 就是 他來香港是幫助梁振英去辯護 老實實實 他是不是來香港執業呢? 這個又不敢這樣說 我覺得香港執業是兩件事 就是說 國安法案件是一件事 這個梁振英 他是找一個外國的大狀 或者海外的大狀 來幫忙 算不算是 在香港執業呢? 我是不知道的 究竟 你現在 副國級領導 你說的那些事 和現在 提請上去的人大釋法的事 有沒有真正關係呢? 我也不知道 現在有很多 謠言不斷地傳 尤其是荒島 荒島很厲害 有另一個傳聞就是說 要有指定的律師的清單 就是 國安法要有指定的大律師和律師清單 我也坦白跟大家說 那這個清單是怎樣來的? 你是不是要確保 要那個人沒有辦法辯護? 如果你一告他的時候 他一定要落獄 是不是要這樣? 有些人就會問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 對於法律來說 我是選一些專家 即是法律 譬如舉個例子就是 梁愛詩 梁愛詩呢 他就寫了一篇文 我現在講一下梁愛詩的篇文 是 怎樣說 他就 出了一篇文 就叫做 支持終審法院 在黎智英案的裁決 他就寫了一篇文 我根據一些媒體的報道去說 參考了日與神報 以及荒島 那為什麼要參考不同的媒體呢? 其實我也要講一件事給大家聽 是 不同的媒體呢 是有不同的信息 流出來的 這個我一定要講 他有些信息是 不一致的 好 那好了 梁愛詩 他講 就說 在裁決之後 他就出了這篇文 但是李家超 那時候是未宣佈 說釋法的 他那篇文是這樣 那他就 一開頭 梁愛詩 你要記住 他真的是法律專家 他就說 他自己同意 中審法院絕政府上訴 批准 黎智益 繼續聘用 英國御用大狀 就代表他在 國安法的案件裡面辯護 他有講清楚 他就說 那時候被體判詞 那時候 那梁愛詩解釋很簡單 國家主席 習近平 七一重要講話 就強調 香港是保持普通法制度的重要性 拓展暢通的國際關係 就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重大共產 為什麼經常都說 我認為梁愛詩說很多東西都是對的呢 因為他真的 在法律上是一個專家來的 還有 坦白說 他是 做事 我到現在都認為他是 他做律政司的時候 他做律政司的時候 有些事情有爭議的 有一宗就是 胡思案 有爭議的 但是 我也要說一件事 就是 他裏面還有一些風波 其實他做的時候 但是 梁愛詩我覺得他整體做事 算公道 這是我的看法 不過當然 我這些看法 當然有人不喜歡 不要緊的 可能你也不同意我的說法 不過 你聽聽梁愛詩怎麼說 他就拿了習近平的七一重要講話來講 還有 基本法第35條 香港居民 有得到秘密法律詢 向法院提起訴訟 選擇律師 及時補合法權益 或者在法庭上為其代理 和獲得司法補救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條 亦都說明了 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 第五條 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和其他訴訟參與人 依法享有的辯護權 和其他訴訟的權利 梁愛詩說 這個自由不是毫無限制 基於國家安全是可以受限 但是必須以法律去規定 而且限制必須與其目的相稱 梁愛詩也提到 香港法庭對聘請外國大律師 即海外大律師 來香港參與訴訟 已經是有一套成熟的原則 應該依照本地法律辦理 這個是梁愛詩說的 梁愛詩他反駁的事我是很同意 有人說英國律師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不懂 也沒有經驗 他反問了一句說話 香港的大律師有多少經驗 梁愛詩說 畢竟國安法案件在其他國家 都比香港多 如果法庭認為案中律師合資格 其實是沒有理由反對 梁愛詩也說 基本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 香港律師有多少理解 但是他認為香港回歸25年 已經積聚了不少案例 有些還有海外大律師去參考 這就是梁愛詩說的 當然 有些人當然覺得 梁愛詩亂說 梁振英說的才對 但要記得梁振英不是法律專家 他說理據大錯特錯 他憑什麼去說法院的理據大錯特錯 其實梁振英他 為什麼可以這樣說話 我是不知道 我是不明白的 老實實到這裡是不明白的 梁振英他 梁振英他不是亂說話 他不是亂說話 拖得車就是找不到他的原文 因為他的文章不是四圍山步 他在法律界的人裡 有傳閱 這篇文章是 他說應不應該發佈多些 老實實 我認為一件事 如果找得到 其實應該是廣傳的 但是 那個問題 就是 現在梁振英他講話 都好像沒有人理會 我都說了 給那些誠勢的人 拿了整個香港的話語權 拖得車就說 那梁振英他就是法律專家 又信不信得過 梁振英我解釋過給你聽 拖得車 你好像沒有聽節目 我解釋過梁振英的問題 就是 他明明是法律專家 但是他講話的做法 他完全是一個正棍的講話方法 他是要吸眼球 拿掌聲 他講話 就好像之前 我也講過一些例子 他說政府可以告Google 他完全是用一個正棍的角度去講話 他不是用法律專家的角度去講話 梁美芬是 他有利益衝突 因為他是一輪正棍 他用一個正棍的方式去講話 他其實就不是用一個法律專家的身份去講話 但是梁振英他講話 我認為很多時候都是 對數很多 梁振英大家不記得 他就是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的律政司長 是第一任 他是做了八年有多的 當然 他也是 香港特別行政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非公共成員 C.Joe做了 C.Joe做了 C.Y.就是狗說專家 我不知道 有些人好像離開了 我批評C.Y. C.Y.的情況 有些事情很奇怪 他出了另外一個貼文 他就說 先有正確的國家觀念 然後才有正確的國家安全觀念 香港法院法官的國家觀念如何 他打了一個問號 他現在是 這個人擺明是 藐視法庭的 其實是 他擺明是藐視法庭的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 國安法是有指定的法官的 而這個指定法官是誰人搞出來的 我相信是人大也有份批的 我相信是 就是國安法指定法官 那好了 他就說 審理國家安全案件 可以脫離正確的國家觀念嗎 這樣打一個問號 接著就 hashtag國家安全 他已經是把法院的判決 和國家安全 就是定了性 他說現在法院是反對國家安全的 批你一街 你想一下 他這樣說 其實說真的 你究竟是在幫李家超 還是害李家超 我認為很明顯 就是在害李家超 為什麼 因為李家超 他現在最主要要釐清的一件事 他提醒去釋罰 就是釐清一件事 就是海外大律師和律師 沒有香港完整執業資格的 律師和大律師 可不可以參與國安法的案件 就沒有說到梁振英這些事情 就是他沒有說到 要有正確國家安全觀念 才有正確國家觀念 我都說 要有正確國家觀念 才有正確國家安全觀念 我又問一下你 89年你整個廣告 痛心疾首的時候 你有沒有正確國家安全觀念 梁先生 不是要數回你的舊東西 整個廣告 梁振英 痛心疾首 89年那件事 就是 根本上 就是講到 89年的時候 就有大屠殺一樣 你自己還要登個廣告 那你有沒有正確的國家觀念 有沒有正確的國家安全觀念 你都沒有 你都不知道 一知半解就在那裡 X 對不對 我也不想 針對梁先生去說話 但是 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 他 現在這樣 其實你是在幫助 李家超還是韓恩李家超 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李家超說得很清楚 他要釐清一件事 就是要釐清究竟 喂 沒有香港完整執業資格的律師和大律師 可不可以參與國安法案件 現在就是釐清這件事 其實就是 C.Jojo沒有一個前特首 有他這麼高調的意見人士 他是KOL 林太說得對 他是KOL 但是他KOL有另外一個身份 問題是他是政協副主席 他是副國級領導人 對不對 剛剛 強姓就說梁愛詩 就不是大律師 其實他是這樣的 梁愛詩 你說他是不是有法律知識 他是律師 他一直都是 他沒有做大律師 為什麼有大律師和律師 大律師不是大過律師 一定要說 有些人會誤解 大律師不是大過律師 其實法律有兩個層面 在香港的情況就是 你有律師和有大律師 在外國有很多律師 其實都是大律師 就像新西蘭 那個做法就是 律師和大律師 是可以同一個人做完的 兩個職務 但是在香港就不是 其實香港就有不同的 普通法的地方都有差異 我也要說 不是全部普通法的地方都是一樣 Wing Chan 就說 解放軍被殺痛心疾首 我也要說 一件事 梁先生 就是 痛心疾首 這件事 他就不是說解放軍 我都要說 你自己去尋找之前 去登廣告 不是說要清算他還是怎樣 不過他有些事 說得太誇張了 你明白嗎 梁振英 他是這樣寫的 他是這樣寫的 梁振英 所以說梁振英 是證婚專家 那又不是 你這樣說 又是不對的 其實呢 他自己沒有結過分 你說他是證婚專家 這個 我就不同意你的說法 梁振英 那梁振英 其實 他是 港大法律系的 碩士 是真的碩士 不是別人那些 什麼 Doctor of 什麼 不是 Doctor of 什麼 是Juris Doctor 不是Juris Doctor 就是 西門子 他說他是法學博士 他是Juris Doctor 其實那個課程 跟LLB 就是 這個 法律學士學位 內容大致上是一致的 所以他說 自己是法學博士 其實就不是厲害 這個 法律是碩士 因為法律是碩士 就是LLM 你說梁振英 不懂法律 那OK 你說梁振英 不懂法律 開車都是這樣說的 基本上 那就不對了 那 家家就說 洗腳只是讀法律 洗腳我都不知道他有沒有讀法律 其實就是 我也不知道 這個 輝人人類命運動體 就說這個是 富國級KO 或是領導人 我不知道 不過他現在說得那麼大 就說 先要有正確的國家觀念 先要有正確的國家觀念 對不對 他要審理國家觀念 安全案件可以脫離正確的國家觀念 他現在說法院是脫離正確的國家觀念 這頂帽子扣得多大 扣得非常大 CY表示 吹什麼?我現在是江主席治喪委員會的成員 是官方疫症的愛國者 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就是這樣 你究竟是 對釋法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的人 我也覺得無所謂 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有些人在旁邊說這些 我認為對這件事沒有幫助的事情 或者將這件事混淆 其實是沒有好處的 因為李家超現在很簡單 他要釐清就是 沒有完整香港執業資格的海外大律師和律師 可不可以參與這個國安法案件 現在有些人傳到要改大一些 好像方道傳另外一件事 就說現在傳要有指定的律師清單 這件事我又覺得很奇怪 如果你有指定律師清單 這個我是不明白的 如果你有指定律師清單 這個圈又再畫大了 就不是李家超要釐清那件事 哈哈哈哈 整件事我又覺得不是吧 現在香港是不是有人在搞屎棍呢 如果看到就是 其實那個情況就是 做事的人是被人搞的 其實嚴格來說是 好 好了 講到這裏就差不多了 即是 何李旭就說 寫了一個法律條文 其實我有些法律的 paper 我是讀過的 即是我也要講 尤其是做工程合約那些 即是那些課程 我是有讀過的 但我也不會說自己懂法律的 即是律師也要做了一段時間才懂法律 對不對 那如果你說 即是 即是做過律政司 做過律政司的人 都只是證分專家 好像拖得車這樣說 我就覺得不適合 我真的覺得不適合 那 那 香港司就說 現在還有人叫 要將所有 有國安法有關的案件 全部拿回國內審 那 有這個機制的 有這個機制 那個情節是很嚴重的 就是可以拿回國內審的 即是 什麼叫情節嚴重呢 譬如 你去刺探這個國家機密 譬如 去刺探解放軍的部署 好像屈蛇做的那些事情 那些其實 我認為應該是拿回大陸審的 即是屈蛇在福建做的那些事情 大家要記住 即是他是刺探國家機密的 那好了 講到這裡就算了 即是 你說李家超是否解釋得很好 其實李家超也有個問題 我也要講 其實他 在Facebook 之前我也講過 如果沒有聽 你再聽一塊節目吧 在他講第六點的時候 那個理據 其實那個理據 又是把圈畫大了 即是那個圈 其實根本就不需要畫到這麼大 因為 現在正在釐清的東西 即是他應記者的東西 其實就是很小的那個圈 就是沒有香港完整執業資格的律師和大律師 沒有香港完整執業資格的律師和大律師 可不可以參與國安法案件 要釐清就是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 只是這個這麼簡單的問題 但是 你看一下他們 現在有班人在旁邊 叫囂的人 他們拿出來的理據 其實是把圈畫到很大 最初就是譚耀宗 把圈畫大 畫到外籍 這個是梁美芬也有份畫的 有畫到外籍 然後現在梁振英 還畫更大 就是要有正確的國家觀念 和正確的國家安全觀念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自己想一下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的 有些事情我都廢話說 因為很老實說 如果你說梁振英 剛才說 是不是在江澤民同志的 治喪委員會名單 那裡 待會我再檢查一下 我再告訴大家 朱永生他留言 我就沒有檢查過 我待會我再檢查一下 然後告訴大家 是嗎 待會回來講其他話題 因為再檢查一下 只會寧能 他可以看到 更多的 所以我想請看 出來 要是 現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